其實當你有好的收納的時候 你就不會重複買東西 對 我說你一直買就是會忘記 找不到 要玩就是忘記 那你把刀不知道去哪 要放枕頭底下 對 所以你怎麼 你為什麼放枕頭底下 對 怎麼了 現場應該只有我跟婆婆住對不對 加油 欸 欸 我跟你說 欸 欸 欸 等一下 你都沒有 你都沒有住過 你沒有住過 我住過兩天 是沒有 我現場也住過 好久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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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麼怎麼看 你怎麼看 我怎麼看 歡迎收看小子女 幫什麼 說到這個廚房啊 算是家裡面的核心 算是你的賭場啊 也真的 也是 對 我最近看你 看你YouTube的影片 都是在廚房 你也要快去那個賭場 不好意思 那是我的背景 蛤 是這樣子 對 但我們要講 因為真的要滿足家裡面的 不管是身體啦 然後或是 要照顧他們的健康啦 對 這真的是很重要的空間 可是呢 當你的廚藝一直在精進的時候 你就會買很多格西 很多格西 然後就發現 廚房太小 根本沒有辦法好好的整理 而且喔 你看一個女生 是不是嫌妻了無 對 很多人就會說 要入得了廳堂 對 可是如果說你只是很會煮 但不會收 哇 比如說什麼廚房打開 什麼這樣子 一段七八刀什麼的 收納這件事情喔 很療癒 為什麼 因為你一打開 還被煮之前 神聖奇奇 哎呀那個配備這樣擺出來 已經淫然這樣一半了 對 或者是你 或者是你洗完碗啊 然後你可以把它這樣子 很完美的擺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對 人生覺得好了解 欸真的欸 我每次進到廚房的時候 算了 算了 沒有嗎 而且因為其實 當你有好的收納的時候 你就不會重複買東西 對 會忘記 找不到 因為就是忘記 那把刀不知道去哪 要放枕頭底下 對 你為什麼要放枕頭底下 對 怎麼了 所以其實不管啊 我們的廚房有多大 但是真的呢 我好好的收納 才是可以真的有效的利用這個空間 對 但是我覺得 因為現場應該只有我跟婆婆住對不對 加油 哎 哎 我跟你說 等一下 你都沒有 你都沒有住過 你沒有住過 我住過兩天 沒有 我現在住過 但我 我必須要講一下 你 目前你走出來了 你走出來了 你如果看過小CALL的婆婆 你就會跟小CALL的婆婆說 加油 真的 我婆婆 不是不是 婆婆你要撐 我婆婆 那是個性問題 是 我要講說為什麼跟家長 就是長輩住有一個問題 我婆婆 她就是會很多買一些有的沒有的 廚房 習慣不一樣 對 他們喜歡囤的東西不一樣 對 然後就通通都塞在廚房 每一個可以塞的角落 其實我跟你講 你那個跟媽媽 你那個跟婆婆 沒有別的關聯 是嗎 跟爸媽也一樣 我媽每次來我家 她就會說 你這東西不能買這裡的啊 然後她就會跟我這樣 全部弄過一片 然後 哇 她一回去我都找不到東西 找不到東西 因為每個人的收納 對 生活習慣 不一樣 不一樣 可是想到收納 一定有一個國家 大家一定會 這個國家就是為了這個東西 好多人都變達人 還有出書 是 然後電視也會 薄 什麼感造牌啊 什麼一些收納 空間收納 因為日本房子都這麼小 對 然後你進去就感覺 什麼都空空 她的數字很糗 而且 筷子一打開 而且他們的家庭主婦 都要把東西收得很乾淨 非常乾淨 他桌上是不可以擺很多東西 對 他這樣一打開 哇好像那個小叮噹那個白寶 對 什麼都有 已經講到了 日本 沒錯 已經講到了收納 然後我們就要請老師 對 這個國家就是日本 相信大家應該也都看過很多 對 而且你可以把一個空間 可以把它好好的完整的收納 空間的利用率也很高 又乾淨又整潔 所以我今天為大家帶來的 就是來自於日本 百年居家的收納品牌 Yamasaki 這個Yamasaki它就是日本三期 你看我們現在有擺了這麼多對不對 我一個一個來跟大家介紹 好 第一個就是日本三期的可調式儲物欄 這很好 那這個什麼叫可調式呢 你看到它是這樣的 那你當然你也可以 並排有很多個 你甚至可以把這個在疊在它上面 也可以 然後呢 我們的東西 有時候你的東西 不見得規格都一樣 對 所以我這個是可以這樣子的 這真的很好 你看金金一滑 我就可以拿起來了 它直接通過左右兩邊 對 我就可以 我可以去做我的格數 或者是說我要隔幾個格這樣子 就可以依照你需要收納的地方 然後它也很好扣 對 你看它放上去 然後輕輕一放 它就這樣 然後這個地方就扣好了 很難用 很難用 那這樣就扣好了 很多一折一弄按 對 對 而且看起來又很有質感 對 這是收納的部分 對 然後因為像有很多像 蘇果買回來 你可能 忘記把它擺好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收納 你也可以把它分配好 對 放著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 像你要冰在冰箱也沒有關係 也可以 就是你可以分門別類 那你就不會想說 我買了那麼多東西回來 搞不好你某一天發現你的冰箱 然後就後面有一顆高麗菜 對 對 所以在冰箱裡面我們可以有效利用 對 然後你十歲的時候其實也可以放 對 其實這個 也可以啊 所以 平平這樣灌的 所以它像生活美學 對 一直用在廚房裡 對 我自己家都可以使用 然後它旁邊邊你看這個 有冰箱 我真的想想 就是有時候我們冰箱像我婆婆 就喜歡買一包一包的 對 然後黑紅白的塑膠袋包起來 就往裡面丟 根本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對 那我覺得如果有這個冰箱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裡面 是什麼東西 你很好拿 對 對我真的想說 他可以拿這樣 方便取 對 因為有時候你可以直接這樣 像抽屜這樣拿出來 對 這個碰到絲也不會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它不是鐵的 有的鐵的 它好看 可是如果我們放在廁所的話 它就生鏽 對 收納的部分 而且顏色都很統一 對 你也不會說啊 我到底要買白色 黑色 藍色 紫色 它就是全部幾乎都是這種的 白色乾淨的 對 乾乾淨淨的 對 食品 零食 生活 全部都可以上 對 但我其實看到這個 我覺得覺得 哇 這好適合沒有 那之前不是做一個食譜書嗎 對對對 這超適合你拿的 真的 你好適合代言喔 你好適合喔 但今天 但今天要秉出 好像大家都說 妹你做這麼漂亮 你該不會不會切菜吧 好 我們就讓你來切一下 唉唷 我走 你該不會 我不會切 這個 這個 我剛才看到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 對 桌上型的那個 這個我另外幫你準備的 對 這個是日本三期桌上型的垃圾袋架 所以有時候買很多東西 是不是都有一些 對 都有一些垃圾袋嗎 對 你要放廚餘或是像你的果皮啊 那些東西你要丟進去 然後你用完之後 待會兒我們丟進去之後 它很好拿起來 就可以把它打包了 對 而且在桌上又不會覺得 脖子的垃圾 對 這桃子就 就這樣丟好 你看像這樣子就丟著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放 你不要用的垃圾的 那種小的塑膠袋 你就留著 也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對 那你可以就這樣子用 有個架子我覺得真的很方便 這單化妝台的小垃圾桶也可以 然後你看它直接蓋起來 很好切耶 而且它這個 你看它這個地方有這個線有沒有 它蓋起來是整個 可以把這個地方密合的 所以你要放一些廚餘也 也不會造成味道的逃出 你剛剛在要拿刀子也好 你要拿你的彩膠也好 是不是你很順手 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手指 所以這就是儲物架的魅力 你可以分分別類的把它做好 然後這個也是日本三期的這個 這個也很棒 這個也很棒 這個放這個 廚房紙巾的架子 它夠大 對 夠穩 然後它是這樣子 然後你看它是這樣對不對 那因為它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格 對 你也可以放那個 那個叫什麼 保鮮膜 對 它的也可以放下去 很省空間 是 依照你想要放的放 然後這次放的就好了 可以做菜 然後可以 不會這樣亂亂的很棒 對 然後你看 你就把你的東西丟在這裡面 然後有蓋子 然後廚餘也不會造成那種味道跑出來 也不會成成果蠅各方面 切完了菜之後啊 我們就是要把它放在盤子裡面 對 我看到盤子收到 我整個開心時了 對 這個我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邊有盤子 大的跟小的 然後還有一個碗 對 這個就是日本三奇的日系框形盤醬 你看這個是大盤 對 我是不是就直接放著 是 然後這個是小盤 對 那如果我說我想要放碗類的就這樣子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 我們在家裡面就是大的在下面 對 然後中的 然後最小的 你要拿大的 下面都要這樣 我把它全部撈起來 那你看我現在是剛剛拿水藍色 那如果說我想要拿中間的粉綠色 你看我就拿起來了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裝一盤 對就把它裝過來 所以你就會發現你在做任何的這個 廚房的家室也好 要做菜也好 你整個動線就是很乾淨 很乾淨 那也不會弄得髒型 我覺得碗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有時候碗 有的碗是這樣立起來 對 然後拿了一個之後 不小心敲到後面 然後掉了 對 它這個很方便 你放在抽屜型 或是有人是上方處理 對 都很好拿取 而且清清楚楚就可以看到了 對 然後呢 你剛剛講說放上面對不對 對上方的 大概我想說這個放上面 會不會造成容易滑動 你看喔它下面這個地方 它兩邊這邊是防滑的 對 有這個這種防滑的 所以你要真的拿起來 它兩邊這邊是防滑的 這裡 有沒有 這是卡的 這是防滑的這個 矽膠墊 好方便 它就可以卡住 那你也可以放鍋蓋也可以 其實我覺得這是很多小細節 對 你真的去使用了 你就會發現說 看起來只是一個小東西 對 用起來竟然對生活的便利性 造成它 真的 馬上提升耶 就不會想說媽媽又不想做菜 因為很難弄 很難清洗 或者是想要拿很漂亮的碗 然後很漂亮的盤子 就不會太麻煩 很不想拿 對 就這樣子你要吃飯啊 都吃了對不對 對 然後你洗完要收回去 就很快 對 一個扣一個這樣子 小孩也可以幫忙收 對 對 對 問題來了老師 問題來了 最後面的尾段 對 就是我們吃完飯了 都做好菜 要收拾了 我們總要清潔 對不對 那你看喔 這邊就有這個 我先把它拿起來 你看這就是可以幫你的 洗好的像湯匙 先瀝乾 筷子叉子 餐具都可以在這邊瀝乾對不對 我先把這個收起來 好 這一個架子真的是很厲害 然後放在這裡 對 這個也是一個很香氣的 這個可以放在你的抽屜裡面 分別放你的菜 對 放貼心 然後你也可以直接放在上面有櫃子 你也可以收出來 都是可以的 它就可以依照你自己想要運用的空間 對 這個就是日本三級的洗滴瀝水兩用蘭 洗滴瀝水兩用蘭 對 比如說呢你今天一開始 可能我還我要做菜之前 我可能我要洗蔬果 對 我是不是就可以放進來 我要洗蔬果 或是說我有一些東西需要泡水的 對 我就可以泡它 那我們現在假裝 我們吃完了這個張盤子 對 或是說好多油漬喔 我需要泡一下 我就放進來熱帶 然後呢 我們就是示範 就是水龍頭倒水下來 然後你就想像 我裡面可能要洗菜啊 或是說我要洗 吃完飯的碗盤 或是說我有一些東西需要浸泡 比如說我可能要洗葡萄 我要泡一下 我要洗草莓要泡一下 對 這個蘭子是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對 接著你當你要把它清潔的時候 我就 當然你不用準備下面這個 在水槽就可以了 對 只要放在水槽就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沒有那個水槽 好 假裝我們現在 假裝我們這個是放在我們的那個 洗手槽 洗手槽裡面 然後我這個就泡完了 好我要把這些東西拿起來了 洗好了 OK了 洗好了 水怎麼辦 然後我裡面就有髒水對不對 這水很髒欸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 像我們浴缸的那個篩頭一樣 真的 對不對 對 只要把這個篩頭 拿起來 就流掉了 就在排水了 下面就在排水了 看到嗎 這個地方 不用浪費力氣欸 這個連孕婦都可以 也不會提到帳物 而且它這個很厲害 是因為它是有一根 它不是整一個洞 對 它整個洞 對 所以你順著那個水流 它可以調整你的方向 對 然後比如說我這個是放在我的洗手槽裡面對不對 對 那如果我今天沒有要放在洗手槽 我是放在洗手槽的旁邊 對 我就可以把這個排水坡口 移過來洗手槽的 你看 都我意思嗎 動動動 讓它直接流到洗手槽裡面 對 我就可以把這個坡道移過來 它這裡也是可以就是 反正你想放哪裡都可以 對 所以我就可以 你要左邊右邊都OK 或者是你要放在洗手槽裡面 當作洗東西的也可以 那我如果說我現在洗完盤子 我是不是要讓它瀝水 對 我就直接放進去你也不用擦乾 然後它水就會從這邊流到洗手槽裡面 對 因為有的譬如說家庭設計 它只能架在左邊 對 架在右邊你就會覺得 啊好黑喔 對 或是水槽根本不夠大 它有辦法讓你散個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就可以透過這樣一個水流的一個蜘蛛 然後讓它可以 然後你想要裡面大概在洗東西的時候 就要把這個塞子把它塞起來就好 是 我真的不怎麼配合他們的 就很方便 對 我覺得就是很方便 那那麼多東西啊 對啊 因為我真的覺得在那個空間底下 他們要怎麼樣來運用 激勵 激勵到他們說 這麼小的空間我可以做出什麼 對啊 連一個會讓人家夾公的廚房 它都可以這樣子把它收納的那麼好 然後它的官網還有分什麼衛浴的 對 客廳啊 客廳啊 每一個空間收納 就是務必要讓你家看起來像一個極簡風 對 可是打開來什麼都有 所以它的東西就是細節做得很好 比如說光是這個沥水架好了 你看它裡面還有做凹槽 看到嗎 為什麼要做凹槽 比如說我可以這樣子有沒有 直接這樣沥著 你看 它就可以沥著 所以它就是有很多設計 然後讓你生活用起來會更加的便利 看起來也很舒服 對 真的 亂 所以其實收納一點都不拿了吧 真的 是啊 很多人都拿這個東西就好了 對很多人都會說 我不會收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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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今天在一起 你不要再說你不會收納 手不巧沒關係 你聰明一點 跟著我們跟緊一點 是 謝謝ZAN老師 謝謝 謝謝